什麼 老師 妳說 我要講固定星座一下 好 妳 我跟妳講這一組 林安妳這樣子不行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 固定星座的人要搞事 固定星座 金牛 獅子 天蝎 水瓶 為的都是 證明自己的存在 對 有一點 比如說 我想知道妳有多重視我 對 其實林安會做這些 很過分的事 是因為沒有安全感 他覺得 雖然在路西派口中 那個獅子男很帥 會照顧女朋友 可是林安妳一定很害怕 妳可能對別人也這麼好 因為他人緣很好 是 所以他才會做出這些事 但是太白目了 我們這一組太固定了 妳想要測試 可是又很笨 所以妳是在拿 可能會分手 因為可能會激怒對方 來玩這個遊戲 尤其妳遇到的 又是一個獅子座 他本身也是這一型的 就是說他已經做這麼多 妳還這樣弄我 難道是妳看不起我嗎 有這種感覺 對 我的存在感被妳質疑了 他當然會暴怒 對 那更不要說後面還玩 有第三個餐進來 妳更重視那個人 所以不要跟固定星座 玩這種存在感的遊戲 然後也千萬不要亂玩 那當然也有一些 固定星座不搞事 她是很好的女朋友 她是很好的男朋友 她會用 拼命付出來證明自己 這種型的就是大家要珍惜 像林安這種搞事型的 妳就是要告訴他 我很重視你 妳不要再搞這些有了沒 讓他摔一次 直接 摔一次就嚇到 直接講 直接 真的 這一組可以接受直接講 那妳有多重視我 因為他會不斷地衡量 譬如說妳一天到晚在外面應酬 他就會覺得 應酬比我更重要 他就會忍不住去蹭這個東西 其實對方可能會告訴妳 我不是 我是希望創造我們美好的未來 所以其實 固定星座需要一些實質證明 比如說妳重視他 妳白忙之中抽空給他 過生日 或帶他出去玩三天 我覺得固定星座就會覺得 看妳累成這個樣子 還願意重視我 其實固定星座就搞定了 他只是要知道自己的分量 或妳把錢交給他管也不錯 那這也不錯 真的 漂亮 牡羊 菊蝦 天明摩蝦 為什麼我會用酷哥 酷妹 來形容他們 因為他們就是 就是做自己 想做自己的時候 真的超自我 所以妳可以自己摳 不是 不是 做自己 是自己 自己做 我不要什麼 對吧 你們很清楚 可是當妳要 兩個人的關係 不是妳要就好 妳可以跟人家商量一下嗎 討論 對 討論一下 妳看他們回答妳 會回答得很直接 可是其實 妳要小心這一組發問 這一組一旦會發問題 問妳問題 所以請不要當作正常的聊天 妳可能要去思考 他問這一題 背後有什麼意思 好難喔 他正在測試這件事情 他正在想思考說 你們有沒有可能有未來 因為這一組 一旦不安全感起來 那個是非常的沒有安全感的 所以他會 他會極盡所能的 就是想要確定一下 我們的關係 是不是我想 我以為的那個樣子 可是妳問他問題的時候 他問妳的時候 他期待得到這種答案 可是他問 可是他回答妳問題的時候 他又很自我 所以這一組的問題就在這裡 就會搞出很多事來 變動星座 來來來 雙子處女 射手雙魚 妳也是這一掛的 這一掛有處女座 當然妳也是處女座 有處女座 妳就要記得她們有潔癖 只是她潔癖癖在哪裡 這一組有難搞的一面 所以小甜甜 妳自己一定也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派 對 當然 譬如說類似 妳這樣子就會讓我不相信妳 她是真心的不相信妳了 這一組如果要有情趣的話 如果很安心 她有安全感 那她其實是很有情趣的 會無事生非的那一種 就是沒事搞事 這一組是 搞事高手 平常日子過得平平淡淡 這些人就一定會讓妳覺得 是驚濤駭浪 好可怕 這其實是很願意做點什麼 來增添情趣的 相比之下前兩組 就顯得個性平淡跟 比較務實許多 可是這一組是很 可以務虛的 可是也因為務虛 所以我們剛剛講 那道德無限上綱 那妳也不知道 她會上綱到哪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巨蟹座的男朋友 她是跟我說 她以前的女朋友 都會在她旁邊 跟別人男生聊天 可是我卻不 我會給她很大的安全感 可是她後來才發現 她要的不是這種 穩健的視覺 對 她覺得我愛她 會讓她有壓力 固定情趣的愛 讓人有壓力 有啊 妳那個氣球壓力真的滿大的 妳在 氣球怎麼會有壓力